莫少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维成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萧熟 第二百零三集 此时的齐君已经顾不上什么法律部法律了 只要能将宋燃带回自己身边 就算是杀人放火他也愿意走 面对四目的质疑 他根本就不当回事 对他来说 自己已经放任宋燃留在莫千行身边这么久 已经是他最大的底线 现在是他的主场 只要能把人带回来 让他做什么都在所不惜 区区从病房运走一个病人 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 之前一直碍于宋燃的计划 没有实行罢了 别跟我讲什么法律不法律 你们还是好好关心关心自己的公司吧 马上新上市的设计图 已经被我搞到手了 明天将会发布 如果你们不赶紧想出一个新的方案 就等着被我告你们抄袭吧 这一直是齐君在这几天秘密谋划的事情 他才不管什么厚道不厚道 为了等这一天 他已经忍辱负重太久了 如果不在今天把宋燃带回去 那么他也不配拥有齐君这个名字 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 不管是新上市的方案 还是宋燃肚子里的孩子 都是你想要击垮我的筹码 是吧 莫前行的淡定 让眼前的人都大吃一惊 特别是齐君 虽然他已经看出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能预料一切的人 齐君早就有所准备 他要的 就是破坏宋燃跟莫前行之间的信任 你说对了 这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包括让宋燃跟你复仇 也是我的计划之中 但是 宋燃的孩子是我的 那是不争的事实 不信你们可以去验DNA 看看他到底是我的孩子 还是你莫前行的孩子 听到齐君如此诽谤 此时的宋燃已经心灰热了 他什么都不想要 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看见两个男人为了这孩子争夺不休 他突然觉得 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 如果自己怀孕是这样的结果 他宁愿不要这个孩子 也要换取自己一身清白 你们不要说了 这孩子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对他负责 不用你们管 说吧 便去了另外一个方向 四目害怕的出事赶紧追过去 只剩下两个男人 在那相互对质 你把他都气走了 莫前行你可真行 我劝你以后不要再激进我们 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 有些事情 有些人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再去回忆 没有任何意义 听完这话 莫前行实在是忍无可忍 直接将拳头打在齐军的脸上 立马鲜血直流 但就算是如此尴尬的场合 齐军还是发出那令人心慌的笑声 这下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你打了我 就把我的女人还给我吧 你做梦 莫前行之间了当地 发出了这狠狠的三个字 并向宋冉的方向走去 他不管齐军说的是真是假 宋冉是不可能再从他身边溜走的 为了跟他在一起 他等了五年 不管是想要折磨他的五年 还是想要找回他的五年 都是他不想再回去的日子 一想到那种见不到宋冉的时光 却觉得浑身像被扎满了刺一样 每天过得都像行尸走肉 宋冉跑着跑着 忽然觉得眼睛一黑 向地上倒去 后面发生什么他也不记得了 他只知道 睁开眼的时候 四目跟莫前行都在他身边 然而那两张脸已经变了颜色 晕倒后的宋冉终于醒来 四目赶紧问 然然 你没事吧 而宋冉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想要确认孩子有没有事 莫前行便来了句 孩子没事 你真的一点都不相信我的话吗 莫前行没有说话 而是将手不停地在背后打转 要说相信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结果没有确认之前 他也不能断言 那孩子就真的是自己的 此时医生和护士听到 宋冉醒来之后 纷纷走进病房 莫先生 DNA检测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听到DNA检测 虽然彻底明白 刚刚莫前行不说话的原因 原来 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就等着自己醒来 去做这个检查 一气之下 宋冉已经没有想要解释的力气 既然别人都不相信他 那干脆不要相信好了 他立马拔掉自己手上的液体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不用检测了 现在我可以离开了吧 虽然这么直接了当地承认 这孩子不是莫前行的 坚持要把莫前行的心脏 从身体里掏空 他看着眼前这么笃定的宋冉 突然觉得 自己为他所做的一切牺牲 都是徒劳 怎么能 怎么可以这样欺骗自己呢 莫前行刚想把巴掌 挥到宋冉的脸上 就被他的理智给听住了 四目看见挥在空中的手 赶紧拦住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 好不容易相聚 干嘛这样互相伤害对方呢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莫前行的手慢慢从空中落下 而他的心 也在一点一滴地流血 他有多爱宋冉 却有多期待这个孩子 然而眼前的女人 却说出这样的狠话 来伤害自己的心 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爱下去了 背对着宋冉说 你走吧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 听完之后 宋冉的眼泪 一下子就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但是他并没有哭出声 而是默默地穿上自己的外套 走了出去 他是一个很执拗的人 莫前行已经不相信自己一次了 他已经不想被人不相信了 那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 与其这样 他还不如一个人生活 人人你别走 思慕知道 真相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无论他再怎么劝宋冉 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莫前行直接吼道 不要叫他 让他走 听到这七个字后 宋冉的脚步更加沉重 也比之前的速度快了许多 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 就在他快要跟莫前行兵 是前嫌时 就在他快要原谅莫前行时 这个孩子 竟成了他们之间 复合的最大阻碍 再见